好,我们今天来讲解一个沉重的历史事件 叫做六四天安门事件 有人说1989年6月4号 它是冻结了中国历史的一天 那么更精确可以说六四 1989年的6月4号 它是冻结了现代中国 通往民主改革的历史转捩点 为什么老师会这样说呢? 我们来看一下六四天安门的背景 你先注意一下 现在我们一起回到1980年代的中国 当时的领导人是邓小平 我们上次有教到邓小平的一个政策是改革开放 我经济上我要对外开放 我要引进国外的资金技术 我要让中国走向资本主义的自由市场 可是政治上我还是很坚定 共产党一党专政 由我共产党独裁 来集权统治这个国家 你想想这不是很矛盾的事吗? 你经济是开放的 可是你政治却还是保守专制集权的 让老百姓会不开心呢? 我都尝到了自由开放的甜头了 我也会很希望政治上也可以走向民主化自由化 所以这样的不满其实累积了一阵子 可是偏偏偏1989年的4月5号又发生了一件事 不要帮过世了 不要帮是谁? 不要帮是中共当时一个很重要的领袖 而且是改革派的代表 你可以这样想象 一个改革派的代表 一个象征自由的一个政治领袖 如果他还活着 再多活个10年20年 在他的领导之下 在他的影响之下 也许中共会慢慢的在体制内 走向民主自由的渐进改革 有机会 不过现在的机会 不给我们了 因为他过世了 所以在他过世的时候 其实很多青年人一些乐血 对政治怀有乐情的年轻人 他们是很失望的 是很难过的 所以他们自发性的走向了天安门广场 展开了对他的哀悼 展开了对他的追思 那你也知道 因为我们现在追思的对象是胡耀邦 是改革派的领袖 所以我们所有的话题都在谈论他 哎呀他过世了 那接下来中国该怎么办 啊一个改革领袖离开了 那现在的这些政治人物可以期待吗 所以从追思胡耀邦的离去 到后来这样子的一个集结慢慢的情绪开始转变了 有些人开始发表集会 有些人在这个集会当中开始发表演说 我们的领袖改革派领袖胡耀邦离开了 那接下来国家的改革要交给谁 交给我们自己啊 因为自己的国家自己救啊 好那越讲越激烈 越讲越热血澎湃 所以开始有人不上课了 因为上课怎么会有比国家的未来重要呢 所以很多人罢课 然后跑到广场上 开始展开一连串的示威游行口号呐喊 那后来甚至还开始静坐抗议 来看一下历史图片哦 许多学生走上街头 开始高喊 德先生又来了 呼应多年前的五四运动 我们要民主 我们要自由 唯有走向民主跟自由 中国才会真正的强大 那很多人都被吸引来到现场了 所以你可以知道当时其实应该真的有很多人 对于当下的中国政治是感到不满的 这因为不满嘛 所以才会想要在这样的一个场合当中 去发现情绪 跟大家一起共鸣 那后来甚至走向的静坐 以及更激烈的绝食抗议 希望透过我们这些行为 然后可以把中共当局召唤出来 邓小平啊 或者是相关的领袖啊 你们可不可以出来跟我们对话 可不可以回应一下学生的声音啊 如果我们要改革 那你们可以怎么改呢 如果我们要自由 我们要民主 你们愿不愿意一起配合我们 让中国迎向一个民主的未来呢 这些学生当时绝食啊 静坐啊 走上街头 就是为了这些 然后甚至他们还搭起了一个 象征民主的自由女神 在广场上 不过你想想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 然后呢 当时中国如同我们说的 其实还是共产党一党专政的国家 如果你是政治领袖 愿意很柔软的接受这些学生的呼吁 承认自己的改革不够 然后跟他们做对话 跟他们做沟通 来接受他们的请求呢 还是你会走向更极端 更强硬的手段呢 共产党的确有这样子的一个实力 所以我们说 然后呢 然后他就死掉了 在1989年的6月3号 中共说我们也忍你忍得够久 4月的胡耀邦过世 你们开始上街头 哀悼 然后5月6月 哇你们学生声音越来越大呢 但是我不怕 因为6月3号 中共把解放军集结到天安门广场 坦克装甲部队出动 要马回家 看到我这个阵仗了 军队坦克出来了 是不是该回家了 如果还不回家 接下来干嘛 凌晨开始正式清场 凌晨开始正式清场 枪炮武器坦克通通出动 所以这有了一张历史上很震撼的画面 这个震撼的画面是什么 这个人被称为是坦克人 他一个人站在坦克的前面 看似单薄的肉体 却呈现出一个不屈不挠的精神意志 这样画面非常的震撼 但是空拍的画面更震撼 因为你可以看到是他不只是面对他面前的坦克 其实整个广场已经集结了大批大批的装甲部队了 很多人都会问接下来呢 到底清场那天发生什么事呢 到底这个人最后怎么了 我们只能跟大家讲 如果你在中国境内 如果你在中国境内 对于中国境内的人来说 接下来是完全没有画面的 1989年的6月4号 仿佛是永远不能提的一天 没有人敢说那个日子 两个月前学生在那边呐喊 我们要民主 我们要自由 我们要改革 仿佛那两个月都没有人存在过 那一晚过后 大家各自回到自己的家里 回到自己的工作职场 回到自己的学校 或者各自安好的小日子 仿佛那天从来没有存在过 所以对于中国境内的人来说 那一天不再存在 那一天被消失了 完全没有画面 所以对于中共来说 我选择强硬的镇压 这个结果目的是达到了 我维持了中国政权的稳定 我维持了共产党不可挑战 不可执意的权威 我可以继续共产党一党专政的统治 厉害了我的国 的确是这样子的 可是毕竟我们这边是台湾啊 所以我们当然不会完全没有画面啊 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历史画面的呈现 所以接下来让我们稍微回到 1989年那个历史现场 这个是华世当时的新闻报道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画面 你可以看到在画面上 其实很多学生还在广场 还在现场 但是坦克车来了 部队来了 真枪持弹也出现了 如果你还不怕 还不回家 那接下来 区区的人民 区区的学生 你们怎么战斗得了 这些真枪持弹 这些是真的要拿来作战的装甲部队 所以接下来就是一些流血画面 一些很残酷的对抗画面 好 那我们简单看到这边就好了 相关的一些历史画面 历史影片 网路上有很多资料 如果你有兴趣 可以在上网去做一些搜寻 去做观看 那我们要说的是 没有错 在中国这一天仿佛不存在 不能被讨论 不能被提起 不过在中国以外的地区 还是可以讨论的 所以我们来看看 当六四事件发生之后 世界各国的一些反应吧 首先以台湾来讲 这位是当时中华民国的总统 李登辉 他发出了声明 当然是严厉的谴责啊 这不就是情要求 民主自由的学生吗 他们手无寸铁 不过你拿坦克车直接碾过去 这真的我要呼吁全世界所有爱好自由 重视人权的国家 给中共暴行最严厉的谴责 这是台湾当时发出的声明 那美国呢 美国发出的声明就是 我宣布 我隔天立刻宣布停止向中国出售武器 而且美国的国会以406票全权通过 谴责北京镇压的事件 那法国当时做一个西方民主国家 也是严厉谴责 总理宣布从此冻结中法两国的关系 我不要碰你这个极权国家了 葡萄牙也是对北京发生的惨剧极度悲伤 而且当时澳门还是葡萄牙的领土 他们说我们要派一位部长前往澳门安慰 因为澳门在十年后即将归还给中国 即将归还给这个暴力的政府 不过呢 也是有国家 也是有政府去支持中共的举动的 你猜是哪个国家呢 这国旗是哪个国家 你猜 会支持中共的 应该就是类型属性跟差不多的国家 这国家是北韩 6月6号朝鲜中央通讯社表示 我支持中共政府镇压暴乱 而且接下来发表文章谴责 美国你不要来乱啦 你常常不要干涉别的国家的内政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世界各国有不同反应 如果是比较重视民主 人权的国家基本上对六四都是谴责的 但是比较相对极权的国家当时也都是站出来 就是去支持中共的 所以这个世界真的有所谓的真理吗 见得 很多国家也是看着自己国家利益去选择支持 就是自己要选择支持的价值 所以最后我们来看一下六四的多重宇宙吧 我觉得我们身在台湾其实是个很好做六四多重宇宙的测试哦 今天是5月27号 即将要6月4号了 我们可以来做个小小测试 如果你用Google大家都知道台湾是可以用Google的 世界绝大多数地方是可以用Google的 你用Google搜寻六四天安门 就会得到可能跟老师的画面差不多 就会出现坦克的画面 出现正报的一个内容解释 但是你知道其实在中国境内是不能用Google的 除非你搬墙 但是你可以用百度 这个百度是他们的一个搜寻 那个引擎 那你用百度可以去试的搜寻六四看看 老师试了 老师当时试的结果就是 抱歉没有找到与六四天安门相关的网页 你也可以试试 你也可以试试 为什么一个有画面 一个找不到呢 当然影音平台也是 你现在用YouTuber去看老师的教学影片 所以你用YouTuber可以一样去搜寻六四天安门的影片 你可以找到很多相关当时现场的报道 很多历史的评论 但是一样的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用过中国的Bilibili去看一些影片啊 看一些动漫啊 老师试过用Bilibili搜寻六四天安门 得到的结果是 好像家长失败了 OK 所以我觉得大家可以去试试看哦 去看看不同的世界会看到什么样不同的观点 然后去珍惜你现在所能看到的资讯 其实身为台湾的我们是很幸福的 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中国地方看不到的资讯 然后所以你可以去想想看 为什么同一个事件会有不同的评价 为什么同一个事件会有不同的理解 那为什么我们重视六四天安门这个事件 是因为你想过吗 只要当你的言论如果跟政府不一样的时候 政府就可以下令镇压你 让你闭嘴 然后让你看不到你可以看的东西 这是一个多么 多么让人觉得惊讶不可思议的世界啊 所以这个的确是值得我们去警醒的一个重要历史事件哦 希望大家可以带着更敏捷的眼光 然后去判断这个世界喂养给你的资讯 以上是老师今天的课程 谢谢大家